妈妈 你为什么不跟老大好了 老大不跟你好 也不跟我好了 大人有大人的事情 大人都很忙 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陪你啊 我陪着你是因为我是你妈妈 但是我们不要再打扰别人了 知道吗 她忙什么呀 她不就是忙着跟那女朋友玩吗 你要是跟那女朋友 她得有时间陪我了 月轩 其实公事署不光是保安队长 她还管着一家大公司 里面有好几百个人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都要她来做出 所以她真的没有时间 你就不要去找她了 妈妈 那我想她了怎么办 妈妈陪着你 她还可能会尽管她 可是你还可以 那根本会儿 你对她的事 你不会让她也不得了 她不得了 对她的事 她她不得了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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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见一个客户 从不能空着手去吧 怎么了 作为北奥的法务团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啊 赶紧吧 辛苦了啊 立文 能帮个忙吗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地做个采访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怎么了 丞嫂 算了吧 没事了 喂 曹操 还生我气的 有事吗 我想儿子了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可以啊 二十分钟 到我们家楼下 接上小萱 把他送到碧云路 博学培训班 小萱去过 走啊 走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跟爸爸一块儿出去 不高兴了 你可带我去上课 不爱什么 为什么呀 我觉得老师教的那些 都没用 你怎么跟你爸爸 小时候一模一样 那么有个性 赵特 去哪儿啊 爸爸今天给你请假 咱们去打游戏 吃打菜 好不好 真的 来 吃饭喽 吃饭喽 爸 吃饭喽 这是 还是 大碗 这是 是乏了 妈 您怎么了 没事吧 小宝他们家呀 到三亚去晒太阳去了 忘了我小半月的假 我呀搬回来住 今天晚上 我找几个人呐 来搓码 搓码 您怎么耗这口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对了 今天晚上啊 你别在家住了 出去住一宿 为什么呀 你们玩你们的 我楼上睡觉吧就行了 那哪成啊 他们一听说 这大老板在家 谁都不敢来 谁知道我呀 我跟他们说的呀 我说我儿子 大老板 那我去哪啊 妈都给你想好了 你看 温泉会馆 情理套房 妈用电话都给你订好了 我一个人住情侣套房 那怕什么的呀 妈 您动什么心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您总这样不合适 行 你不就不想让我在家住吗 我走我出去 但我不会住 这个情侣套房的 我回公司 我还有工作没忙完呢 我就钱都丢了 小瑞啊 情况有变 工建的 回公司住去了 你别急 你又随机应变啊 正好公司的环境 你也熟悉 就借着这天时地利人和 你今天晚上啊 就把这生米给煮成熟饭 对不起啊 小瑞 阿姨不该这么说 可是阿姨 这心里边急呀 你看你们两个 这关系也没有进展 总这么磨叽 小瑞啊 加油 努力 啊 儿子 好好做 警察您的 啊 好 当然是我的啦 以后啊 也是你的 我的 爸爸的一切都是你的 儿子 以后啊 少跟那些家里边 是开超市的 小饭馆的孩子一块儿玩 没档子 爸爸呀 要送你上归宿学校 好好培养你 妈 我今天又不上学 我妈该说我呢 没事 爸爸替你保密 那可不行 突然一让我妈知道了 我妈又不让你上归宿 你怕什么呀 你今年多大了 八岁啊 对啊 八岁就是小男子案了 别什么事都跟你妈说 你要记住 这是我们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秘密 有人不要知道 有人不要知道 嗯哼 来 把这些钱都拿着 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 用完了再告诉爸爸 以后啊 学校里有什么事儿 你都得跟爸爸说了 哎 儿子 要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更得告诉爸爸 爸爸替你出头 给你撑药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这我可不不要 为什么不要 爸爸给的 你当然应该拿着 这些年爸爸也没在身边陪着你 这都是爸爸欠你的零花钱 拿的领芝气壮 真的 真的 嘿嘿嘿嘿嘿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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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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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